三哥 老师奖励给你的是什么呀 是小蛋糕 老师偏心 为什么不给我小蛋糕 我只有一盒巧克力 小五 我还想要你的巧克力呢 三哥 你看 那个老奶奶好像是个盲人 老奶奶 您来了 今天吃什么呀 和之前一样 来一碗牛肉面 好嘞 您稍等 哎 生活可真不容易呀 我刚刚看那个老奶奶 好几次差点摔倒 您在牛肉面上 您拿好了 哎 还是我的样子 你自己找钱吧 耶 等等小五 给您 一共收了您二十块钱 一分补差 小朋友 不要误会叔叔 叔叔刚刚没有多收他的钱 叔叔 这个老奶奶每天都来吃面吗 老奶奶的儿子走不着 只留下他和一个刚上学的小孙子 他小孙子喜欢吃我家的牛肉饼 老奶奶就每天都来买一碗 带回去给他 哎 都不容易啊 叔叔 吃完了 钱里您放桌子上吧 我们着急上学 就先走呀 好嘞 你们快走吧 别耽误了上课 叔叔 您的生活也不容易 还亏本帮助盲人奶奶 老师说过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这是学校奖励我们做好事的小奖品 送给您了 还希望您不用嫌弃